中一的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看看中一級的中國歷史科系列 如果你有跟開的話 終於見到我的真人出現了一段片 事不宜遲跟大家補充了 預集編第17至18的一些內容 就是關於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文化發展 在講之前也想跟大家做一些 就是因為之前也叫大家做功課做這個預集編的第15 就是關於這個短答 就是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時候 不方少數民族不斷去耐曬中語 對中國民族的發展有什麼重要的影響呢 其實之前也叫大家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呢 如果沒有做的 現在快點看這段影片 快點拿你的預集編出來就寫下 首先正面影響方面 其實講到就是胡族 漢族之間他們的文化 是互相傳承交流 而當然了 負面就是因為不同的民族 因為大家的文化 會造成衝突 就會引發戰爭 大家記住都可以寫上相關的東西了 OK? 好 事彼而遲就講一下這個不毅孝文帝的故事 其實不毅呢 大家要記住就是由鮮卑族 即五胡亂華裏面其中一個族 的托拔士 他們姓托拔的 他們建立 而不毅孝文帝就叫做托拔魂 後來改名叫做元魂 而元魂在位其實做了28年 在這28年裏面 他最重要的是 他會承認自己的民族是落後 而且他不會對民族之間有偏見 所以再加上他虛心接受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 所以才能夠令到當時的不毅 在漢化的措施中非常成功 這個可以知一下 而北方的融和方面 我們都可以補充一點點 在在位期間推廣了一些漢化的政策 對民族融和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例如他覺得漢人很崇尚優家思想 即是孔子、孟子那些 是有利國家長治久安 而他學了漢人的文化 漢人會更加接受他們 方便去統治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好處的 所以孝文帝在他在任28年期間 就做了一連串的漢化措施 例如其中一件事就是從山西的平城 遷到這個洛陽 為什麼要去洛陽? 因為洛陽是當時漢人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利漢化措施的推行 這個可以知道 而他做的措施有什麼呢? 大家要記住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措施 就是叫禁歸狀 就是搬到洛陽的人死了之後 就要撞在洛陽 其實目的就是先被人安居落湖 消除不返的獵頭 這件事很重要的 因為給人的感覺就是 身於屍、長於屍的觀念 令他們很想繼續留在洛陽 因為如果有時候 你去埋窮一些清明、從洛陽 可能你都要回去 鄉下 是去敗山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就會這個原因 然後就不回來 其實這件事都是杜絕了這件事發生 好了 還有的 例如就是 他尊崇這個漁術 設一個五經博士 以及訂立這個禮樂制度 這些可能大家都會印象的 五經博士、詩書、禮樂、春秋 至於 金湖服、金湖語和改姓氏 這個特別大家就要記住了 因為他們的服飾 由這個湖族服飾 變成了漢化之後的服飾 甚至三十歲以下的人 才被人要講漢語 不准講湖語 而改姓氏方面 你可以見到就是 例如托拔就變成了圓 甚至例如 有些可能是 原來很有趣 原來本身獨孤的話 他的漢腺就變成劉 所以姓劉的同學 可能你們有個名字 就叫做姓獨孤 是不是很帥呢 然後 北方的融和方面 孝文帝也進行了聯想漢法措施 其中一件事就是鼓勵湖的通婚 在湖漢通婚方面 孝文帝非常以身作質 就取了漢人的四大王族的女 作為妃 然後 命令王族子弟 取漢的人 自族的女子為妻 本族的原配 改為切 其實這件事都挺搞笑的 不過 當時孝文帝的漢化 令到湖漢通婚很成功 令到一些血物上面的交流 都非常之多 然後孝文帝也進行了一些關於法制方面的措施 例如就是採用了漢族的官制和律法 以及提升漢人為重要的官吏 一來就是可以 籠略一些事人 令他可以專心為到孝文帝的考慮 而且他根據官制和修訂律法方面 就做了以下這些事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來到這裏 招提應用 其實這就是和你們一本 即是黃色的那本聚集有關 遲些如果復課之後 大家都可以拿回來做一下 如果問到你 圖一的話 就是問一個漢化運動的措施 其實X和Y就是原本的刀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我剛剛說到哪裏 沒錯 就是從平成千刀去樂藥 至於這個圖二 其實就是有兩個措施裏 有哪兩個措施呢 首先你看到姓劉的話 代表是和姓氏有關 而和墳墓有關 其實就是和禁歸狀的措施有關 這個都可以留意 來到總結 孝文帝的漢化措施 就有以下這六個 大家溫習的時候 都記住溫習這件事 我們下集就再講